臺江國家公園黑面皮露報到 先頭部隊是他 兩張巡查員拍下來的照片 是首支到臺南報到的黑面皮露 離著六百公尺的距離 工作人員判斷 這是一隻成鳥大約五歲左右 全身白羽毛和黑色的鳥嘴 是黑面皮露最明顯的特徵 現在九月十號一早報到 這一天剛好就是中秋節 在六點五十一週 昨天整天都在 對啊 因為都是沒有看過 聽說有黑面皮露報到 嘉義的民眾一早就帶著孩子 來到臺南七谷 巡查員定點守候 一早還發現 今年首支報導的 黑面皮露身影 他單獨行動觀察四周狀況 其實當地的志工發現 過去二十六年來 黑面皮露總是在中秋節前後報導 根據臺南市生態保育學會統計 今年首支黑面皮露 在九月十號報導 過去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零年 都是中秋節抵達 而且率先抵達的黑面皮露 數量大約一到三隻 平均九月十六到九月二十三號 線頭部隊現中之後 其餘的黑皮就會陸續的成群到來 待到隔年五月 首支黑面皮露準時中秋節報導 接下來估計會有更多成群的黑皮抵達 讓愛鳥人士摩拳擦掌引盡期盼 三零星網站稍微聚融 台南報導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